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改变一下条件 来这两个目标搜寻我就先留着 那这个地方呢 一样这个 这是我们刚算过的 500万2%的利息20年 对不对 一个月要25229 老师我想做更多的改变 更多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 当利率在改变的时候呢 利率在改变 利率我也改一下 不会有一% 一%应该是 几乎是亏本的状态 不太可能 大概是1.31 比较接近嘛 1.5 2.0 2.5 3.5 很多 好来我们这个钱我们就先不管 那这个也不要用年限 用贷款金额 我改成贷款金额 Ctrl-C选起来 整批Ctrl-V贴上就好 不用一个贴 借500万现在要买房子 那也有点困难 对不对 那至少呢我也做一个500万的吧 500万 接下来呢 600万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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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万 好接下来 哦 啊怎么不一样长度 大小不一样 来 点在这一格 复制格式刷下来 大家都一样 好 选这两格 一下来叫做自动填满 对不对 接到1000万 500万 600万 700万 800万 900万 那利率呢 从1.3 一手购组 那接下来不一样 我打这个 1.8 百分比 我们接近一点 2.02 好了 百分之2 好 2.0 然后呢 2.5 台湾利息应该不会到3 至少 这样 百分之3 3.0 OK 那我想知道一下 在利率是在这种case 这种条件下 那贷款应该我应该借多少钱 第一个如果是运算列表同时可以问两件事情 我可以利率的改变跟金额的改变 请问接下来的总表会帮我列出来 目标搜寻是问一个 运算列表是同时问两个条件 那公司下完以后 记得哦 等于把这公司抓下来 所以从此以后这一格 我标个颜色啦 这个绿色这一格跟公司完全一样 这里多少他就多少 接下来确定完以后再把这 这个系列全部选起来 你看见吗 我从这里选起来哦 这时候再进到运算列表的地方 资料里面的模拟分析的运算列表 那运算列表他会跟你问两件事情 再跟你强调一下 这个公司要先打好 不是后来再打 他问你横的是谁 谁是横的 横的称为列 这一排是列 利率嘛 利率哪一格 这一格 对不对 那蓝呢 是谁 贷款竟然是楼上那一格 好 所以我点这里告诉他 利率是根据这一格来 回来咯 蓝呢 是根据哪一格 这一格 这样就可以了 你确定什么 接下来按确定 他就把总表全部把你做出来 总表做出来呢 小数点看起来很不舒服 23692.84217 没有人算到那么细的 一块钱不用算 来来来 这时候再改变一下格式 小数点全部应该到整数 整数格式 这出来 那我们也验证一下 如果借500万 2%的利息是25294 借500万 500万是这一个 你看见了吗 那2%的利息2%是这一个 所以交界是在这里 所以这个值跟这个值一样 表示这个表的table是都对的 所以呢 来来来 我们就看到1.8好了 你 我们借1千万 如果借1千万一个月 就要49674 如果借900万就是这一个 800万就是这一个 那如果是5%呢 假设说你的 你的条件是5%的 那借不同金额 整个总表就穿不出来 这叫做运算列表 一次可以问两件事情